你当初因为你自己的事业而抛弃了我 与她如今因为别的女人而背叛我并无分别 我能照顾好我自己 无需你计划 记者很快就要到了啊 咱们今天主要是突出 少夫人日常的幸福生活 可以随意一些 聊聊你们 相识相知相爱的过程 现在时局动荡人心浮躁 像少爷和少夫人这样的神仙眷履 有义务给当代的青年男女们 一些正面的力量吗 韩秘书怎么这么懂啊 你真该撑个家了 谢先生 谢大记者 久仰大名 你好 请坐 请 你准备好了吗 你准备好了吗 开始吧 你这些天还好吗 最近外面关于许小姐的新闻很多 处在漩涡中央 每天面对各种负面新闻 我想知道你现在的心情 适不适合做采访 我很好 不勉强 不勉强 你看 我 ikke土地轮啊 我能让你 sweaty 起床 来 喝茶 她不喝茶 只喝咖啡 韩秘书 帮我倒杯水吧 Hit 喝水 谢先生对每一个采访对象 都这么了解吗 职业习惯 总得做些功课 咱们还是言归正传 聊一聊许小姐的幸福生活 那不急 毕竟公众对这些已经看你了 所有上流社会交进民怨 秀恩爱方式都是一个样的 抱歉 我说话有点迟 工作习惯 继续 许小姐 别人都说 你丈夫出轨你的朋友 你又卷入杀人案 外面身上你阴朗不小 而你却坐在这儿 面对一群不熟悉的人 讲述你的幸福生活 这不荒谬吗 你说什么 谢先生 你最好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只想聊些真实的东西吧 既然你们不喜欢听 那我便不问了 我想你应该明白 今天叫你来这儿的沐凉 当然 那么来聊聊许小姐的书吧 我曾读过许小姐的著作 承诺的墙 里面有一句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她的承诺 像是一座墙 挡住这浑浊世道流烟蜚语 挡住这冰荒马乱的冷血戚风 她将我围起来 让我的心 温暖 跳动 可以在冰冷的夜里 安静地等 我想问的是 这本书里写的她 是邹先生的吗 是邹先生的吗 刘云 这么跑 我只是很不愤 他既然得到你 就应该珍惜 我想让他明白 你的优秀 足以配得上任何人 这是我的事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我处处茅庐 受人欺凌 可我怎么从未见你回过头来查识我的事 我那是因为 谢一帆 你当初因为你自己的事业而抛弃了我 与他如今因为别的女人 而背叛我并无分别 所以你真的无需这样愤怒 我能照顾好我自己 无需你计划 你过得好吗 你刚才已经问过了 不 刚才是大公报的记者 在管周公馆的收抚人 而现在 是谢一帆在问徐又宜 我本想着 这次回来 你若是过得好 那就算了 我绝不打扰 你若是过得好 可你过得不好 白花 白花咯 白花 白花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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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个杀人犯 你害我女儿没有人爱 你害我女儿 你害我女儿 那你为什么要害我女儿呀 你害什么 你为什么 你不干什么事了 你害我女儿 我可怜到你了 我可怜到你了 你怎么这么愿意放 你还把这杀人凶手已经倒了 快 车车 你这个杀人凶手 你怎么就这么做 你害我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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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姨 尤姨 吃点东西吧 我不饿 你 和解一饭 两位 打扰一下 我想先跟少夫人谈点事 好吧 您的新书甘霖 熟悉一下内容 我的 对啊 我没有写过这本书 我知道 买来的 签了保密协议啊 所以您放心 绝对不会产生纠纷 而且主要内容 我们都修改过了 我不关心这个 少夫人 仅靠新闻是不够的 您现在需要有新的作品出来 转移大家的视线 否则那些读者们会 跟着小报记者 一直讨论您的负面新闻 轻者自轻 我又不是杀人凶手 没人在乎这个 何况 这是部长的意思 你看 少夫人 您看一下啊 这就是一本自传 宣扬的都是正能量 和积极的心态 大家一定会喜欢的 这本书的封面印刷签售 相关事由 我们都安排托档了 这上面说 我在京都大学读过书 对啊 所以您现在想将图书 销往日本啊 曾经在那里汲取营养 又在成名后 将致师反补回去 多好 可我根本就没去过京都大学 你有 来 这是你们文学院院长的亲笔信 他可以证明 你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 在校期间表现非常地优异 而且多次获得文学类的奖项 还有这个 这是扎斯托先生 您曾经的同桌 他也为您这本书做得序 扎斯托是谁 一位优秀的男士 您的同学 名字在中文理解为 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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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都是假的 不全是啊 您出身贫寒这一点 很多人都知道 所以 我们真实地写进去呢 只是我们修改了您母亲的工作啊 她不是爱唱歌吗 所以呢 她应该是一个小镇的亲切歌唱家 还有您外公 他曾经在农村移植耕牛 相信一定能成为一名很棒的医师 我们为他申请到了 德国华市医院外科教授的条件 是 她们一位先生 我联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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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不笑 你联邻 给你联邻 联邻 的同学 家联邻 成为我联邻 我联邻 这不知啊 所以我联邻